歡迎大家又來聽我說中西人民精神 現在繼續跟大家介紹中國文學的悲劇意識 之前說過西方文學的悲劇意識 是主觀力量和客觀力量 兩者互相抗爭 由此形成矛盾 由此形成悲劇 所以西方悲劇就是主觀力量和客觀力量的互相抗爭 所以悲劇的結局很多時就是 講到自我意識的解脫 精神價值的突險 但在中國裡面 根本就缺乏了這種形態的悲劇 所以就沒有西方這種形態的悲劇意識 之前說過的水壺轉 水壺轉的境界就是一種超越悲劇的一種境界 你說它是喜劇當然不是 但你說它是悲劇 其實是悲劇而超越悲劇 所以就不是西方式悲劇意識 所以我們可以說 中國的悲劇意識 其實主要就是好像紅樓夢那樣的悲劇 紅樓夢悲劇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所謂人生無常感 我們上次也說到這個所謂人生無常感 這個紅樓夢表現的悲劇意識是人生無常感 整個紅樓夢所表現出來的就是一種來自太虛而歸於太虛 這個人生無常 整個紅樓夢表現的就是這個 當然主要也是通過林代玉的精神表現 而不是像西方小說戲劇一樣 有一種主觀力量的抗爭 這種所謂人生無常感 紅樓夢所表現的這種人生無常感 其實就是包括了人間社會 整幅的人間社會 整幅的人間社會裡面 一切的人物一切的事業 整幅的人間文化本身都包括在內 這一切全部都是有一種無常感在裡面 所以這種就叫人生無常感 中國歷史小說戲劇裡面 很多時候都會表現到這種無常感 之前也提過這個 三國演藝一開頭就用這個 滾滾長江東誓水浪花圖盡英雄 來表現這種人生無常感 除了三國演義 是這樣之外呢 我們看看其他的小說戲劇 比如這個《桃花線》 《桃花線》裡面最後 用這個《桃花線》來結束的時候 也可以表現到這種 劇劇裡面的悲劇意識 《桃花線》 大家都聽過了 《桃花線》是清初戲劇家 《孔相陰》 經過十幾年之後 一部苦心創作的戲劇 原來的 故事就是講這個 《喲方譯》和《李香君》的愛情故事 這個 但愛情故事主要不是說愛情 這個 《喲方譯》和《李香君》的愛情故事 通過這個愛情故事 反映当时明朝宋征末年至南明宏光期间的一些历史事实 除了爱情故事之外 包括当时的历史事实 也写了下去 最后就有一首埃江南 埃江南 埃江南是怎样的呢 埃江南是怎样的 山虫野草大花挑 猛抬头没凌重刀 残君留肺女 兽马俄空浩 穿角萧条 城对着夕阳道 意思是山虫野草大花挑 我在山中的松树和野草之中 带着花 揀柴草 走过来 山虫野草大花挑 猛抬头没凌重刀 猛言一抬头 才发现我又回到南京了 没凌就是南京 回到南京了 残君留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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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马俄空浩 秀马俄空浩 秀若的老马 仍然留在空浩 蝴沟里面 穿角萧条 穿落 表现出来 看到的 现在只剩下一片萧条 城对着夕阳道 城墙和古道 在夕阳底下 互相影照 这首 哀江南 可以说是 山河破碎 满木萧条 夕阳沽村 一种景色 暗淡妻惨 令人伤心 孔上任 突出了这种 国破山河改的特点 亦可以说是 表现出一种 人生无常的 一种情调 一种情调 这就是孔上任的 桃花线 亦表现出一种 人生无常感 除了他之外 另外还有一首 曼古仇 的散曲 亦表现出这种 无常感 曼古仇 这首散曲 有一个说法 是归庄写的 另外一个说法 是鸿开圆写的 无所谓 曼古仇 这首散曲 很长的 内容也很多 内容就是 由混沌初开 开始讲起 经历了唐、余、霞、商周 去到秦、汉、唐、宋的兴望 一直讲到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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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很长的 讲历史 讲历代兴望 曼古仇 他一开始有首喜诗 喜诗是这样讲的 抱得身词 叹古今 悲歌激足动哀音 就是这首诗 即是说 他就 编过这首词 讲的内容就是 由古到今 悲歌激足动哀音 写这首词 其实呢 有一种悲哀在里面 悲哀 有一种悲良在里面 早已讲了是这样 不是说 要写出历史 中国多么宏伟 或者中国历史多么 辉煌 不是这样 悲歌激足动哀音 有一种悲良在里面 莫艳不变 只声污热 你不要嫌 这个呢 唱出来的声音 好像很凄凄凄惨 要明白 孤身 一片心 要明白 我写这首曲的时候 心情是怎样 这首曲 《曼古寿》 是很长的 很长的 我们就不会整首看 我们就看一段 看看这首 《曼古寿》 是怎样说的呢 最后一段 是这样写的 他说 《春水生》 《桃花绍》 《黄黎明》 《竹影架》 《亮风吹》 《鲜鲜月色照寒袍》 《洞云营》 《绿花卓若点商号》 《磅山腰水腰》 《望云图海图》 《以梅梢柳梢》 《听忠孝庆孝》 《我争了佛了》 《任日高月高》 《到头来》 《没舍个半仇半老》 《真个是众海鱼》 《尼龙了》 《翻身直透碧云烧》 《凭便事》 《银青作利》 《金子为论》 《漫天宅地将罗吊》 《呸呸呸》 《暗放荡老先生》 《摆尾摇头再不来了》 即是说 最后讲完历史事件 历史变化 历史变幻之后 《春水生桃花笑》 《黄黎明》 《竹影架梁风吹》 《自然事物的变化》 《看着山腰水腰》 《望云图海图》 《望着自然景色的变化》 《到头来》 《没舍个半仇半老》 在看着些历史 根本觉得有半仇半老 看整个历史 發觉有悲恋的感觉 所以在最后有一首《结诗》 最后又写一首《诗作结》 写过 世事浮雲,變古今,當然慷慨奏青音,公懷樂業秋風起,迎逼遲頭,共此心。 世事浮雲,變古今,就是古今的變幻,通過歷史我們看到古今的變幻。 現在在延遲上,奏青音將變幻唱出來,公懷樂業秋風起, 所以當我們看到樂業秋風起,迎逼遲頭,共此心, 即是人人都有一種這樣的心情,一種共同的心情。 所以萬古仇寫上來,確實是錦蓋萬端,蒼糧悲壯,寫出世事的無常。 尤其是能夠代表中國人這種悲劇意識的最高境界。 因為由中國歷史的發展看上來,確實是令人嘆息這種政治的變化, 中國歷史裏面政治的變化,風雲變幻,確實是令人不勝擔憂。 發展到現在,真的會恐怕中國歷史文化會不會消滅呢? 會不會失去呢?不是一種很開朗,或者對前程覺得很光明的說法。 唐君藝先生當年讀這首《萬古仇》的時候,就有一種這樣的感嘆。 當時唐先生在南京,他讀這首詞, 他不是說真的為政治變化而擔憂。 政治變化永遠是波厥雲軌。 這樣就沒得很擔心。 他擔心的是中國文化。 唐先生擔心的是中國文化的失去。 所以他把所有書都放在書盒裡。 晚上只留一卷《萬古仇》自己讀, 《孤登讀照》,《朗朗讀宗》自己看。 正正因為唐先生對中國人的悲劇意識深有體會。 所以讀《萬古仇》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 中國人這種悲劇意識, 真的不像西方人那種悲劇意識。 先將人生世界視為無數主客力量衝擊的場合。 之前說過西方式悲劇, 很多時候是主客力量的一種矛盾抗爭。 這是西方悲劇的模式。 中國人的悲劇意識不是這樣的。 西方悲劇是會根據主角人物的主觀意志欲望。 他的欲望很多時候都是向外追求的。 但這個追求不成功。 在客觀力量之前, 幻滅了。 由此而生出悲劇。 這是西方悲劇的模式。 但中國悲劇意識, 首先是根據儒家精神而來。 所以是會愛人間世、愛歷史文化。 對人間世和歷史文化有種心情。 中國的悲劇寫出來, 對人間世、整幅的人間世界、 整幅的人間世界、 整幅的歷史文化也有一種愛在裏面。 有一種心情在裏面。 但這種心情, 看見到剛才所說的歷史的變幻。 最後一切來自太虛, 又跪於太虛。 這種就是, 後來就是根據道家佛家的精神而來。 根據道家佛家的精神, 有一個所謂亡我的空靈心境。 超越的智慧, 直接領悟到一切人間的人物事業, 在廣闊宇宙之下, 原來都是緣起聖空的。 或者領悟到在現實裏面的人物事業, 原來都有一種虛幻性在裏面。 由此而寫出這種悲劇, 中國式悲劇。 這種虛幻性, 所謂悲劇意識, 就是發現這種虛幻性。 一切來自太虛, 歸於太虛, 就是表現了一種虛幻性。 這種虛幻性, 是直接由人間一切人物和事業所誤到的。 這種虛幻性的領悟, 雖然是虛幻, 但你不能說它無情。 這種虛幻的領悟, 是不阻礙我們對人間世具有的心情。 之前說過, 中國的悲劇, 首先是由儒家的精神, 所以對人間的文化, 對人間的世界, 是有一種心情在裏面。 所以後來雖然都因為 道家佛家的精神, 而講到一種虛幻性。 但這種虛幻性, 不阻礙我們對人間世的心情。 由嘆息無常, 而生出一種感慨。 中國的悲劇意識就是由這種嘆息, 人生無常, 而出現一種感慨。 然後由這個感慨, 增加對人的心情。 通過這種無常而生出感慨。 這種感慨, 有這種感慨之後, 就更加對這個人間世, 是有種心情。 更加肯定這個人間的實在, 而形成一種人生虛幻感, 和人生實在感, 互相交融的情況。 所以這個呢, 之前, 會領悟到這種虛幻性, 人生無常感, 人生虛幻感。 但是通過這個感慨之後, 會更加增加人的心情, 更加肯定人的實在, 所以呢, 人生實在感, 又出現。 所以變成, 人生實在感, 和人生虛幻感, 互相交融地出現。 那麼, 我們之所以說, 這個, 表現出, 這些中國式的小說戲劇, 表現出一種, 蒼糧悲壯的感覺。 這樣我們可以說一下, 什麼叫蒼糧悲壯? 獨立蒼亡而奮匪, 你之情, 不停止的, 就叫做獨立, 就叫做蒼糧悲壯。 蒼糧悲壯。 這個, 所以這個呢, 我們看到中國的悲劇意識, 很多時候, 就出現這種, 蒼糧悲壯的感覺。 這個, 這個, 再詳細一點說, 可以說是這個, 蒼, 就是, 臨木沖屈, 而不膚毀, 就叫做蒼, 蒼, 我們看到, 這個, 山裏面很多樹, 很多樹, 樹都很茂盛, 不膚毀的, 這個叫蒼, 蒼蒼的山, 這樣呢, 就是臨木好, 沖屈而不膚毀。 涼呢, 涼又不是冷, 即是說, 有風吹過, 你覺得涼, 但你不覺得寒冷, 吹過, 風吹過, 而不寒冷, 才叫做涼, 這個, 所以, 所謂蒼, 涼的意思, 就是有一種生意, 蒼, 就是因為這個臨木, 是很沖屈, 很茂盛, 是一種生意, 在裡面, 生意溫蓄, 當風吹過, 你不覺得寒冷, 只是涼, 那有種溫情, 在裡面, 所以這個, 生意溫蓄, 而溫情內在, 就叫做蒼涼, 這個, 所以呢, 雖然, 悲壯, 的意思, 就是說, 悲, 而可以不失壯, 這個, 就像這個陳子昂的, 燈歐洲台歌, 燈歐洲台歌, 就是表現到這種, 悲壯的意識, 這個, 很出名的, 燈歐洲台歌, 就是這樣的, 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柔柔, 獨蒼燕, 而替夏, 這樣, 只有幾句, 但這幾句, 寫得很蒼涼悲壯, 這個, 即是, 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 意思是, 去前面看, 見不到古代的成言, 向後面看, 也見不到後世的明君, 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柔柔, 讀蒼燕, 而替夏, 只見到蒼茫的天地, 又又無限, 禁不住自己一個人, 滿懷悲傷, 流下熱淚, 這首詩, 是陳子昂, 在武則天, 萬歲通天元年, 那時候寫的, 陳子昂是一個, 具有政治見識, 政治才能的文人, 但是呢, 他呢, 接連, 受到不同的挫折, 看著這個, 自己很想去報效國家, 但是呢, 報效國家的宏願, 變成炮影, 所以呢, 那一天, 登上這個繼北流, 慷慨悲歌, 寫了這首著名的, 登歐洲台歌, 這首詩呢, 完全沒有對這個歐洲台, 有一個描寫裡面, 一個字都沒有, 沒有描寫這個歐洲台是怎樣的, 完全沒有, 只是寫一個, 登台的感覺, 登上這個歐洲台, 登上這個高台, 寫出一種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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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成為千古名篇,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他呢, 寫出了中國文學裡面的, 這種倉良悲壯的感慨, 好了, 另外呢, 除了這個, 登歐洲台歌之外, 另外, 屈原的遠遊, 屈原呢, 有首詩的遠遊, 遠遊是楚池裡面的一首詩, 一般人都認為是屈原所作的, 這樣, 這首詩主要是寫, 想像屈原在天上遠遊, 表達了原對現實人間的, 一種對理想的追求, 遠遊這首詩是怎樣的呢? 我們也可以看看這個, 遠遊, 遠遊是這樣的, 卑時俗之, 迫握係, 願興舉而遠遊, 則非薄而無恩係, 煙托盛而上浮, 遭沉俗而污謂係, 獨屈結其誰與, 夜耿耿而不味係, 雲形形而至處, 為天地之無窮係, 愛人生之長勤, 往者如乎及係, 來者不晚。 一開始是這樣的, 遠遊, 很長的遠遊, 這是第一段, 第一段比較文言, 所以大約解釋一下, 意思是, 卑時俗之迫握係, 即是有感覺到, 世俗扼殺了人的自由, 屈原覺得世俗扼殺了他的自由, 願興舉而遠遊, 就是想飛牆起上來, 去遠處的地方周遊, 則非薄而無恩係, 即是他的本質, 屈原, 可能他的本質未薄, 又沒有什麼依靠, 不是一些權勢很大的人, 煙托盛而上浮, 用什麼來寄託, 令到他可以向上浮起, 周圍周遊, 遭沉俗而污衛係, 周圍都是污足黑暗的氣氛, 獨屈結其誰雨, 獨自一個苦悶的人, 又可以向誰傾訴呢, 夜耿耿耿而不味係, 在漫長的黑夜內睡不到覺, 雲形形而置處, 孤雲纏繞直到天明, 為天地之無窮係, 想到天地的無窮無盡, 愛人生之長勤, 就是愛嘆人生的坎苛辛勞, 時時都這麼辛勞, 往者如忽及係, 來者吾不聞, 過去的事, 我趕不到, 趕不到看, 見不到, 未來的事, 我又聽不到, 所以, 看這幾句, 遠遊這幾句, 我們已經知道, 他好像很無奈, 想傾訴, 又沒有人聽, 周圍環境又污足黑暗, 很想飛, 又無所依靠, 所以屈原這首遠遊, 亦都有一種, 所謂倉良悲壯的感情, 我們看到, 這種倉良悲壯的心靈, 懸掛在天上, 上下都無所依靠, 往者已經過去, 來者又未曾來到, 所以可以說是絕對的, 孤獨, 空虛, 極致的悲良, 所以這首詩亦都表現到這種, 悲良悲壯的一種感覺, 上下古今都在我們的感念之中, 既然上下古今在我們的感念之中, 又可以變成一種絕對的充實, 雖然覺得很空虛, 孤獨, 但因為上下古今都在我們的感念之中, 又會變成絕對的充實, 所以在這裏說, 亦都可以由所謂反虛入實, 由悲至壯, 而轉出更高的對人間的愛, 以及對人生的責任感, 所以屈原的詩歌裡, 一方面固然很悲壯瘡糧, 但我們亦都看到, 它是對人間有一種心情, 對人間有一種愛, 對人生有一種責任感, 這樣亦都表現出來, 例如道府, 道府作為詩姓、詩史, 時事都表現出一種, 由蒼涼悲壯之感, 而來的一種對人間的愛, 對人間的愛, 以及對人生的責任感, 例如道府的詩歌, 登高, 風急天高, 願笑哀, 主稱沙白鳥飛回, 毛邊落木燒燒下, 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里悲秋上俗俠, 百年多病毒登台, 艱難苦恨凡相殯, 老道新庭, 逐酒杯, 風急天高, 園喉提嬌, 顯得悲哀, 水清沙白的河洲上, 有小鳥在盤旋, 無邊無際的樹木, 燒燒地飄下來, 樂葉飄下來, 看不到盡頭的長江水, 滾滾而來, 我對著秋景, 覺得一種悲哀的感慨, 萬里漂泊, 常年為客, 一生裏有很多疾病, 今天獨自來到高台, 歷盡艱難苦恨, 見到自己百發, 掌滿傷殯, 心情鬱悶, 想喝酒, 但偏偏要暫停, 這個呢, 蕭秀的酒杯, 這首詩是唐朝, 代宗大歷二年秋天時, 寫的, 杜甫當時在盔州, 已經56歲, 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 寫成這首詩, 有一天, 他獨自一個人, 登上盔州白帝城外的高台, 登高臨跳, 軟跳, 這樣消失的秋光景色, 引發了他一種身世飄零的感慨, 再加入他腦病孤仇的悲哀, 寫出這首被稱為七律之冠, 的登高, 這首律師, 這樣呢, 杜甫可以說是, 寫出一種絕對孤獨空虛, 極致的悲良, 但最後亦都可以反虛入實, 由悲至壯, 轉出更高的一種, 對艱難苦恨的人生之愛, 以及人生責任感, 由杜甫的師公, 我們可以看到他真的對人生, 人間, 有很多愛, 所以這個, 中國最高的一種悲劇意識, 就是所謂超悲劇的意識, 可以說是中國文學的最高境界, 關於中國文學的悲劇意識, 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